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是 最近我們要辦一個聚會 是 又搞這些幹嘛 你先聽我講 身為好朋友的我勸你 這個聚會 一定要到 我沒有時間 我每天要跑車好不好 我們車隊都在靠我這個 就一個那個晚餐的時間好不好 一個晚餐的時間 對一個晚餐時間 我跟你講 今天天王老子來邀請我都不會去 你確定嗎 對 可是主辦單位好像是柯隆乾爹 柯隆 屁 我跟你講 這個爹爹爹什麼 乾爹 你要去哪裡 我們前一天你就派我們車隊的專車 去接你好不好 憑這個吃軟不吃硬的傢伙 乾爹走好 乾爹 乾爹小心喔 樓梯小心 乾爹 乾爹請坐 謝謝 乾爹喝水 謝謝乾爹 你不是說天王老子來 你都不去嗎 柯隆哥本人都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就是吃軟不吃硬嗎 你是說我們是這樣嗎 我覺得我們這些外國型男才是 吃軟不吃硬的 是嗎 對不對 講都講不聽 很難剃頭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吃軟他不吃硬 背井客 他嘴就會很軟喔 我們的台灣藝人代表歡迎 歡迎 當然對面頭腦硬邦邦 只愛硬來 不愛吃軟軟的 我們另外一個國型男歡迎 歡迎 台灣人的人情味 一直以來 都是國外觀光客所喜愛的 而老外也講人情嗎 今天就來檢視各國型男們 他們到底是吃硬還是吃軟呢 有沒有曾經因為你們吃硬 不吃軟的個性 還會覺得台灣人太軟了是不是 軟到會有一點危險 你知道嗎 之前 為什麼 軟到危險 真的 軟到危險 對啊 我只有聽過帥到分手耶 帥到分手 你們軟到危險 我之前跟我父母從機場 坐客運來台北 然後這個時機 可以用FREE STYLE 講這一段嗎 所以這個司機 他開車 他開車 真的開車 小亮哥 開你的頭啦 你開到什麼之後 沒有 嘿嘿嘿 等真的耶 這個司機他真的太誇張 他一直摸他的臉這樣子 然後就是快要睡覺 然後亂開車 坐坐又又 啊台灣有嘻哈不行嗎 對啊 很危險好不好 我們要過橋耶 他查理又有就是 可是這跟軟有什麼關係 因為沒有人敢站出來講話 你不覺得有人要叫他 停在路邊 報警 然後我們找另外一個方法 是不會報警啊 但是我們會請他停下來說 你怎麼啦 會關心他 會講話 對 但是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 然後到最後就是我們下車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你不應該這樣子開車 這樣真的很危險 你還不是下車之後才講 對啊 你為什麼我們一起來 我也不想要破壞氣氛 我也怕如果我惹他生氣 活續他會就... 你知道嗎 你好軟喔 我真的 我變成跟台灣人一樣啊 等你笑之後 他就說沒事... 會 台灣人會 當你假設下一次 如果真的有發生大意外 那怎麼辦 大家都因為太軟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其實他講話的時候 感覺非常非常軟 都沒有衝突 可是不一定 因為你做事情的時候 要非常地小心 不然後續真的就沒了 像我之前在台灣 就是跟一個義大利的夥伴 說一些生意 然後我們有一些台灣的廠商 跟我們配合 他們有時候那些貨會玩交 那我們... 我那個義大利的夥伴會很生氣 他就叫我罵他們 我跟他說不行 就是你大聲罵很危險 就是說你可以講一講一講 可是罵了就不行 反正有一次 那個義大利的夥伴來台灣 看那些工廠 那個... 剛好... 剛好那個時候 他們又玩交了 他就生氣的跟我說 你現在給我反應 然後我跟他說 你確定嗎 說好啊 那不然我反應好了 然後他罵得很兇 然後他還說 我們義大利人 真的沒有時間 可以浪費在你們身上 然後那個台商就...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那一天之後 已經兩年多了 那個台商都拒絕 我們所有的擔子 你可以... 現在還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試試看 罵兩個主持人 你看 三個月之後不會有通告 不會這樣 應該是下禮拜就沒有了 三個月之後才知道後果 那太晚了 他現在罵柯隆哥 他馬上就知道後果 罵看看... 我覺得其實台灣真的是很... 台灣人真的有一點軟 因為我之前... 你講得對 對... 重點... 重點是我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在一年大學之後 她是在那個學生堂 然後... 這裡面就是基本上 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反正... 還有很多事情要弄 然後... 她從... 就是常常... 比如說有一個人 在需要幫忙的時候 然後拜託 跟她說不要 她就是沒有那條線 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真的... 拜託你可以幫忙 她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拒絕 我就是跟她說 你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直接跟他們說 就是... 你不要做 你做你事情就好 其他人你不管 真的 她說 因為人家就是需要幫忙 然後她就是拜託 但是... 你要想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要硬一點 就是... 真的 如果你真的太累 已經做完你自己的事情 他們可以吻別人 不是一直是你 你知道嗎 然後... 她就說 哦... 反正沒改 就是這樣 對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對 哈哈哈哈 乾爹 乾爹講得很有趣 你剛剛講笑 那一段是不是 開玩笑 乾爹一拳打過來 我這跨年 我才會醒過來 好 跨年算倒 對啊 可是我能理解這種個性 就是拒絕不了人啊 而且有的時候就是 嘴巴一直抱怨說 我真的下次不要再幫他 結果真的人家求的時候 他又在幫 但是嘴巴又要一直唸 我覺得還滿常這種人的 但我覺得台灣人好像有的時候 不見得是不會硬起來 有的時候好像也是會看場合 硬不硬這樣子 真的嗎 什麼場合 台灣人好像通常有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就是說見面三分情 你可能真的要約出來 或者是見了面 可能私底下 怎樣怎樣不爽 然後見了面 沒有啦 其實也還好這樣 然後我之前常會看那種 網路文章 或者是有的人發言 是比較有爭議性的 你馬上就會看到 他的粉絲團會被灌爆 然後下面就會有 各種罵 然後各種的留言 就超多爭議魔人的 對 很多爭議魔人 然後攻擊他人稱攻擊 攻擊家人什麼樣 但是等到那個版主 就是當事人可能講說 在下面留言說 我已經把你們截圖了 所以你們要小心了 我即將要提告 就會有慌要 在下面寫說 快刪文 那才會趕快把那些文章刪掉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他們其實不是不會硬起來 但是好像是私底下 你看不到我的時候 他們其實每個都寫得很硬 但是你真的 一要追究起責任 或是要面對面 叫他出來的時候 他們閃得跟什麼一樣 沒錯 所以這種心態也不知道 愛 不是硬不起來 只是個不好的現象 對 沒有 台灣人比較注重人情味 就是說很講人情 像我們在工作有時候 我覺得美國人 就比較注重肖像權 你只要不小心敢用什麼 哪一個明星 他會弄死你 然後他也不會跟你多話 就是直接律師 法律 法院界 像我們常常在工作 也是會碰到網路上 比如說 有時候你節目上 拿什麼很好用 你自己私底下在用 其實廠商真的把你照片拿去用 你也會默默就算了 因為像有一天 我就收到一個粉絲傳給我 就說 我跟你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要跟你說 有這一段嗎 有 然後我又要跟你說 你上次在某某節目 然後推教 你代言的那個美白談品 他們都會用代言 對 其實 他說真的沒有很好用 你不要再幫他們代言了 我說 我從來沒有代言過任何美白產品 請你拜託截圖給我看 因為我真的沒有代言過 所以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夜市走過去一排 怎麼照片在上面 對 而且 很多都是這一種 說到外景吃吃喝喝的節目 超多我們的照片在上面的 而且如果說是我們錄影 真的在那邊就算 有時候你只是跟家人去 然後沒有穿 沒有化妝 也沒有穿搭在那邊 那不應該登那一張 真的不應該 因為他想要燈 我給他宣傳照嘛 可是國外的人就是真的會告 台灣人的嘛 沒關係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有一種 就是那種 就是什麼 好像就是他喜歡你 他就想把他的產品 比如說他賣臭豆腐 說我很喜歡你 我把我家臭豆腐給你吃 拜託你拿著拍一張照對不對 可是他也只是熱心 就自己擺來用了 然後我碰過最誇張就是 他也只是他家在賣什麼東西 對不對 吃的 他就拿給我用 他說拜託拍一張照 結果他來怎麼用 你知道嗎 他就用在他的粉絲團的首頁 我就說這樣不行啊 因為這樣很像是我在賣啊 他說那我懂了 我不能公開的 他就開一個私人社團吧 他就說 他說 我聽懂你的意思囉 你的意思是說不要公開 但是私下可以 然後就揪團媽耶 對 我團媽耶 我覺得滿幽默的啦 我真的沒辦法 我就直接開架給他說 可以這樣用 你要不然多少錢 我說不能說 你送我一個餅乾 就叫我這樣 因為你的東西出事了 人家會來找我 因為有時候他會太濫用這個人情 會過了頭 對 沒有想到 對 沒有想到 那請問一下 在你們的國家裡面啊 有沒有喜歡做事硬著來 還是你們做事比較喜歡軟著來 沒有 其實我們加拿大人也是 我們比較吃軟 但是如果你硬著來 那我們就會更硬地回覆你 是嗎 你以前帶過加拿大是這樣子嗎 沒有吧 沒有 我現在要跟你講 就是我們真的 沒有 我覺得外國人做事喔 加拿大一樣 就是 都是一板一眼 對 對啊 他不會說 你買菜送蔥 沒有這種事 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對不對 對 然後 像我叔叔 他在那邊有一棵樹 然後擋住了他鄰居的那個風景 所以他一直要求他 你要不要看 就是這棵樹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子 但是我叔叔也很希望這棵樹 但是這個鄰居他的心機很重 他 堵樹 是不是放堵 蛤 對 對 就想盡辦法把那個樹給弄死 對對對 然後他以為 好壞啊 如果你的樹 這只是第一步 對 第二步就是叔叔喝的水 真的 他就這樣做 你太有心機了 好可怕 所以我叔叔就更硬著恢復他 他先告他 然後他把那筆錢埋了一個更大的樹 就放在那邊擋住他的風景 所以這樣 如果你要硬著來 蠻故意的 對 他本來就 他喜歡啦 然後樹 真的像一個寵物 你以為你是最硬的嗎 乾爹